你可以斟酌的做参考 这边是call的程式 然后这个是最后的连线程式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我这边有个画面 强调什么 最上面一定要宣告一个R 如果你没有宣告这个R的话呢 你传过来东西都是空的 没有东西因为他不知道你是第几列 这个叫痊愈变数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部分的话呢 比较难 所以下午的话 我想各位先做做看 然后下午我会再把重点再做一个提示 因为这部分很重要就是 你如果懂得可以把一次后的资料 放到SS的话 那等于是说你跟SS资料之间就可以变成双向 上个礼拜是查是单向的过来 现在你又可以把它丢回去 甚至你可以 很多资料你可以一次全部丢过去 其实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把我现在现有的批次 你现在是一次 新增一次新增一笔 那如果我今天怎样我这边有已经有100笔资料了 那我是不是要按100次 那不是太浪费时间 那我可以一次100笔全部过去 那当然也可以啊 不过这个要怎么做 我想 等于 这个我想下午我们再做一个 做做个说明 OK那中午的话 我们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等一下下午的话 我们继续再来看 OK 那也是 一点上课 喔 嗯